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又不相信墨无忌会被妖兽干掉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小子太过奸诈教化 他发誓 只要他找到墨无忌 一定要把墨无忌的邪一滴滴的喝下去 肉他也不会浪费半分 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了剧烈的轰鸣之声 齐老师只能恨声离开这儿 他不得不离开 当初他没有干掉那个矮冬瓜 现在域外修饰几乎在这儿清场了 这一片雷雾森林已经被域外修饰全部毁掉 变成了一片空旷之地 要不了多久 他站立的地方同样会被回去 就在齐老师刚想离开原处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 这种波动就好像要突破境界一样 齐老师的审念立即扫了过去 不等他仔细地检查周围 一道恐怖的光芒已经从远处轰了过来 直接砸响了齐老师 齐老师一跺脚 整个人犹如一头大鸟 从墨无忌闭关的上方越过 进入了雷雾森林的更深处 他知道域外修饰那帮白痴又来了 这一片雷雾森林很快也会消失无踪 墨无忌的灯下黑理论又救了他一命 齐老师对墨无忌闭关的位置视而不见 几乎是从他的身边掠了过去 而此时的墨无忌 全身脉络一起震动 一股强大的原力从他的丹田散开 充彻了每一条脉络 浑厚的原力 让墨无忌忍不住要长啸出声 然后直接冲出这地下 几乎是同一时刻 墨无忌周身都震动起来 泥土纷纷落下 墨无忌忽然睁开双眼 他进击到了托帆境了 可是刚才周围那剧烈的震动 绝对不是他冲破托帆境造成的 而是有人在地面上大战造成的 难道是有人来到了他隐匿的地方不成 又是一阵阵的剧烈轰鸣传来 墨无忌更加确信他没有猜错 有人来到了他所在的地方 而且还在剧烈的大战 等等 这不像是大战的声音 墨无忌赶紧收起了一切东西 将那枚只用去了小半的天品灵石 再次装进了玉盒之中 开辟出第101条脉络 和进击托帆境的欣喜 在这一刻全被丢在了一边 墨无忌取出了面具灵器戴在了脸上 又一次化成了一名黑脸刀疤如是 哗啦 一大片图块落了下来 墨无忌更是潜伏着不敢动弹 足足过了半天的时间 感觉到外面安静了一些 墨无忌才小心地往上钻了十数米 同时神念意识扫了出去 此刻墨无忌的神念 完全看清楚了外面的场景 若不是墨无忌清楚地记得 自己进入地下闭关才三个多月 他还以为自己在地下经历了一个世纪呢 当初他看见的雷泽森林和雾碍 此刻早就全部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凌乱的旷野 只有那一片雷泽依然有些许的雷狐落下来 看见数千的秀士仍在鸿基残余的树木 墨无忌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 这难道是要回去雷泽森林吗 这域外秀士之辈果然都是蛮夷之人 竟然通过如此愚蠢的手段找人 或者说他们是通过这种愚蠢的手段在清场 现在不能出去 墨无忌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若是现在出去他必定会被人发现 一阵阵狂暴的吼叫传来 跟着就是剧烈的轰击和元气暴力之声 仅仅十几个呼吸之间 黑压压的药兽群疯狂的涌了过来 一头健壮的巨猿和一名光头和尚站在一处 墨无忌赶紧收回自己的神念 他隐约有种感觉 那光头和尚的实力可比矮冬瓜还要来的强 锅了半炷香之后 一阵阵厮杀声传到了墨无忌耳旁 他再次伸展出神念 这一次墨无忌可不敢观察那两个强者的战斗 而是去查看其余的低阶修士 数千的低阶修士和无数的妖兽站在一处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杀之气 墨无忌倒吸扣冷气 他知道雷伍森林有妖兽 还真不知道雷伍森林的妖兽有这么多 成千上万的妖兽呼响了这些回他们家园的修士 凭借本能的施展出各种手段 每时每刻都有妖兽被轰杀 每时每刻也都有修士在云落 正和巨猿大战的和尚健壮大吉 赶紧救援 不过他仅仅喊出半句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更远的地方同样传来了厮杀声 很明显的 在他们和雷伍森林的妖兽战斗在一处时 乌大帝国的修士也都全部出动了 白痴 我就说了不要再去动雷伍森林 光头和尚怒声大骂 可想要抽身亦是极其困难 那巨猿每一次攻击都是威力巨大 他一旦退后很有可能会马上被巨猿所轰杀 莫无忌躲在地下观战 看得是心惊不已 这种混乱的修士战斗 有时哪怕实力再强 云落的机会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场大战足足经历了一个时辰 仍然没有结束 更远的地方 一道要领的光芒直冲一向 光头和尚心理打击 他忽然直接伸手将脖子上的佛珠全部撤掉 然后双手带起了数十枚佛珠 砸向了巨猿 巨猿一声怒吼 同时战口喷出了数十道雷光 每道雷光都和一枚佛珠轰在了一处 将空间炸裂的是光芒似箭 碰了一声 尽管巨猿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应对 但仍被一枚佛珠轰在了双眼之间 巨猿更是发出了凄厉的吼叫 似乎要找着光头和尚直接拼命 这个时候 光头和尚却转身冲向了雷雾森林之外 巨猿眼中雄猛四射 似乎知道更远处的战场上 有更多的人类修士 他终是没敢追过去 而是一声长啸专身退入雷雾森林的更深处 随着巨猿发出的长啸 那黑压压的妖兽也赶紧跟着迅速后退 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无忌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边战事结束 那些家伙应该很快就会退走 等这些家伙退走 他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鬼地方 果然 在妖兽退走了之后 这里的众多域外强者 纷纷冲向了雷雾森林之外 显然他们知道 外头还有更大的战场 莫无忌还没来得及 将这口气全部松下来 他头顶的泥土 就全部都坍塌了下来 莫无忌下意识地要避开 等他灰头土脸地站在 塌方下来的土方之上 看见蓝天白云的时候 他心中突然暗道不好 这儿有一名土门 莫无忌刚显露身形 第一时间就被外语修士所发现 烧了他 这一刻 无数修士冲向了莫无忌 莫无忌心中大惊 他赶紧冲出洞坑 他想逃入雷雾森林的深处 只是他刚刚走了数十丈 就被数十名坠来的修士挡住 各种武器纷纷砸响了莫无忌 还没等莫无忌动手 他的身上已经被几道法宝直接轰重 走不掉了 莫无忌索性停了下来 双手不断扬起手绝 一道又一道的雷狐被他直接轰了出去 很快莫无忌惊喜起来 他所在的地方正是当初他钻进地下的雷泽 这周围的东西虽然被毁 但雷泽依然有雷狐闪出 现在他在雷泽上面动手 雷狐落在雷泽之上 当即引动了更多的地下雷源 形成了雷狐炸裂出来 仅仅半天时间 莫无忌四周就形成了一片雷林 围攻莫无忌的修士 立即被这种雷狐所包围 莫无忌岂能放过这种机会 手中的雷狐不断的轰出 只要看见重创的 毫不犹豫跟着就是一道雷狐补上去 短短的时间里 被莫无忌杀掉的修士 已经有了几十个人之多 死人最多不过托分 咱家一起上 看见莫无忌如此凶残 一人借助雷泽 短短时间杀了这么多修士 立即激起了这些域外修士的凶性 哪怕莫无忌占据地利 但这些域外修士占据了人多 尽管走了一部分 这里留下的还有数百人之多 数百人杀一个托分镜 修士都杀不掉 那就是一个笑话 莫无忌无论走到哪边 都会被域外修士挡住 到了最后 他索性不走了 一样的是不断挤出雷狐 疯狂地轰击 他有神念和斗转星移 那些致命的偷袭 自然可以抵排 加上又在这种利于他的梅泽之中战斗 只要没有大境界超过他的对手 他没什么好怕的 天机棍也被莫无忌使了出来 每次遇见被雷狐轰重 行动失缓的家伙 他的天机棍就毫不犹豫地砸过去 大家累一累死他 域外修士 见莫无忌活动范围变大 立即又叫出声来 一个多时辰后 这些围攻莫无忌的 域外修士渐渐都静下来 尽管莫无忌是遍体鳞伤 浑身血迹斑斑 连头上都被轰出了两道伤口 但他就是累不死 莫无忌不但没有累死 死在他手中的修士更是足足有了一两百人 这一两百人当中没有袁丹静 但托凡静的绝对不少 这家伙不是托凡静 它是袁丹静 随着一名域外修士 叫出莫无忌是袁丹静 其余的修士都是恍然大悟 一个托凡静的修士 哪里有这种悠长的原理 几乎是在明白这道理的同时 众多域外修士纷纷退走 莫无忌站在雷泽中间 用天机棍支撑着身体 口中不断地吐出鲜血来 此刻根本就看不出 他身上还有一块好的地方 全都是鲜血淋漓 哪怕他有两条处缘落 也已经快到极限了 残阳破开还未彻底散去的雾癌 落在了莫无忌身上 将那些有些勾搂和孤单的身影 印在了四周全是尸体的雷泽之中 似乎在告诉莫无忌 他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